哈喽 同学们 咱们开始上课 咱们上几课呢 讲了固体压强和液体压强 对吧 压强是压力的增余效果 也就是只要有压力就会产生什么呀 压强 咱们今天继续讲压强 老师上几课说了 现在课前都要放个实验呢 是不是啊 好 那咱们今天课前也先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什么呢 不漏水的杯子 器材非常简单 咱们大家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做的 好 一起做实验 杜老师再教你一个小魔术 应该说是个小实验 实验器材呢 很简单 一张纸片 咱们在家里面可以用玻璃片代替也可以 这是个纸杯了 茶杯 玻璃做的 玻璃杯 还有呢 就是咱们北京最缺的水 水 然后呢 做这个实验 做这个魔术呢 这样 先把这杯子装满水 把这张纸盖上去 盖上去 好 见证奇迹的时候 倒过来 好 猜想一下 当我手吃走以后 会有什么现象产生 纸落下来 水也会掉下来 纸落下来 水也会掉下来 言外这就是 水把纸冲走呗 对 这个意思是吧 是 见证奇迹的时候 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 水并没有把纸冲走 好了 实验回来 这个实验太神奇了 你说这一张纸就拔这个 那么多水给拖住了 是不是啊 想知道为什么 那好 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压墙 今天的压墙是大气压墙 大气压墙 想知道什么叫大气吗 想 大气呢 你想是什么东西 就是气体是吧 还不能这么说 咱们物理上面 把大气跟普通气体 还有区别的 这个大气呢 它是空气不错 但它也一定是周围 地球周围的大气 与大气相通的空气 它房间里面那也算 房间里面那也算 但如果一个瓶子里面 装好你把瓶子盖起来 瓶里面的气体叫大气吗 那就不叫了 就不叫了 咱们的习惯吗 周围空气中 叫大气 突然那你想啊 这空气是有重力的 是不是啊 它就有流动性 是不是啊 咱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哪 空气中 每个人都生活在空气中 是不是啊 每个人都生活在空气中 那空气是流动的 这空气是不是也会怎么样 压我们呀 对吧 那 并在空气中的每一个物体 是不是都会被空气包着 都被空气压着 那会产生压力是不是啊 只要有压力就会 有压强 有压强 那说明存在什么呀 大气压 存在 大气压强 对吧 对 老师怎么证明它存在啊 你不相信 人家老师瞎说 是不是啊 你的意思是说 老师是 你说空气有压力了 有压强了 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啊 是不是啊 哎 还真有人跟你想的一样 这也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就是咱们猜的 我怎么能证明呢 还真有人证明了 马德堡半球实验 这个实验证明了 真的有大气压存在 怎么做的呢 啊 德国马德堡是 马德堡一定要 记住 马德堡不是一个物理学家 是一个什么 是个事啊 一件非常惊奇的事情 他们的市长 和这个发明抽洗机的物理学家 然后把两个 就这个 直径是这么大的一个 空心半球 同球啊 半球 把两个半球贴在一块 贴在一块呢 把里面的气体啊 给抽出来 把里面的空气给抽出来 然后呢 每边用八匹马去拉 然后这马是用尽了全力 啊 才把这球给拉开 才把这球给拉开 拉开的时候啊 竟然那个跟炮弹爆炸一样 那么打碰的一声 这个实验 是可以证明 大气压存在的 但咱们可能还不明白 老师马拉这球 怎么就知道大气压存在呢 是不是啊 继续到我下看啊 先看看这个啊 这就是 那个图啊 看看啊 这马拉了 是不是有很大力气 才拉开啊 对吧 再拉一下啊 嗯 他要有很大的力气 才拉开啊 为什么要有很大的力气呢 好 老师再跟讲 好了 同学们 那多老师再跟你讲一下啊 为什么 就马拉开这个半球 能够证明大气压存在的 这两个半球啊 你看河道一块去以后 现在你知道 分开来就应该很容易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外面有空气向里压着 是不是啊 但是这球里面呢 也有空气 也有空气向外压着 是不是啊 那现在就里面向外的 外面向里的空气压力 应该一样的抵消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现在想 你把它给分开会怎么样啊 很容易是不是 但是 如果我要是把里面的空气 给抽出来呢 里面没有空气 那里面没有空气了 还有没有空气向外压了 没有 但是现在剩下的什么呀 向里压了 是不是外面的空气向里压的 这个时候你手要在想分开 能容易吗 不容易 就不容易了 你要想分开的话 得克服什么力啊 压力 外面的大气压力 是不是啊 现在因为你里面没有向外的空气帮着你 是不是啊 那就好你手去拉 你去拉试试啊 我把这个拿走 把地方拧紧了 不能让它进气 是不是啊 拉试试啊 等会手拉掉了 它也拉不开 要想拉开的话 对用什么来拉来着 拉 对 两边各用巴西马去拉开 好 那也就是说 证明了外面的大气压力 应该是很什么呀 很大的是不是 你看我只是把里面的空气给抽出来 就能让你拉不开了 哎 要想拉开怎么办呢 再冲上去 对了 你让里面再放点气进来就行了 你看到 我什么手脚都不用做 我只需要让里面再冲点气进来 很容易就拉开了 哎 气皮进来了 那现在里面是不是 咱们想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气压了 你再拉试试 那这个实验咱们至少顺便了什么呀 老师不是骗你了 真的存在什么 大气压 大气压 我们生活中的 生活在空气中的每一个物体 都被大气压给怎么样呀 给压着是不是 给压着 那他这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大气压应该 这个大小应该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咱们周围空气的 多少密度或者浓度有关系 是不是 因为你想咱们包吒咱们周围的空气越多的话 压强肯定会越大呀 那你想我要往高速走的话 你说这个大气压是变大还变小 还是不变呢 不变 你讲怎么可能呢 你又往高处走 包吒咱们周围的空气会变得越 西薄 越西薄 那你空气都西薄的话 压你的空气少了 你说大气压呢 变小 变小 你要有能耐 你再往上走走 你出大气层了 没有空气压你的 有没有压强了 没有 就没有压强了 所以越往高处走 大气压会越小 所以咱们国家青藏高原那地方 越去高嘛 海拔高嘛 所以气压比较什么呀 气压比较小 气压比较小的情况下 咱们学热血的时候应该知道 气压越小 液体的肺点越低 是不是啊 所以在那个地方水 青藏高原地方水 七八十度的时候 水就开了 在咱们北京地区 一百摄氏度 水才能开 这些知识 咱们将来在热血的启蒙课里面 也会讲 好了 进入咱们今天的 第二个实验 这个实验也很神奇 器材非常的简单 那现在进咱们的实验 再做一个有趣的小实验 实验就在咱们这个大瓶子 里面装满水 下面这个消水缸 跟杜老师互动一下 你说 我要把这瓶盖给拧开 有什么现象 水这样就行 水流下来 是不是啊 地球人都知道 咱下面这个现象 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我这样 我把这个瓶口放到水里面 我在水里面 把这瓶盖给打开 但这水上面 是不是这么高啊 这些水还很重 是不是啊 对 你说有什么现象 水还落下 水还会落下来 是吧 对 会全落下来吗 会 会全落下来 试试 看到现象了吗 水全落下去了吗 没有 是落下去一点吗 没有 是一点都没有落下去 实际上这个实验呢 在这之前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 叫托里查理 他做了这个实验 他那个杯子 比我的杯子高得多 这个杯子 水能装十米高 如果你要像这杯子里水能漏下来的话 这个杯子必须有十点三米高 超过十点三米 但由于呢 咱们这个空间有限 没有办法中十点三米的啊 所以这水一点都不会流下来 不过再试想一下 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流下来呢 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流下来 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流下来